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台灣生日6月21號晚上的11點15分 我們今天冠軍戰只有播一場BO9 明天再次聲明宣告 明天晚上8點LIVE的直播 台灣隊在7月份的主賽是每位旋轉盃 總子序的比賽轉播會在明天的8點正式開始 沒事的都來喔 沒事的都來喔 之前有提到 現在後面是有一些乾爹乾媽有在看 雖然說現在可能也有在看 但是 畢竟我們還是要頂一下台灣的比賽以外 我們4天的連假,其實我每天也有比賽轉播啦 頂一下支持一下 不管你是在哪裡就 進來點個讚也好 或者說 發個言支持一下也好 好不好 好 那冠軍戰第四盤 第一圖是翅膀圖 這個圖是翅膀圖 這個圖呢 跟大家報告一下已經很久沒有 可以 有織布 揮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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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握握 好先介紹一下這個圖 上面有石頭 然後有魚嗎 這張圖這邊大量支援 中間大量黃金 然後呢 這邊呢 大量肉碼可以刷 很噁心的圖啊 我跟你講 這張圖很噁心啊 明天有熊嗎 好像有吧 好 但是其實我不希望大家只問明天有天空熊嘛 我是希望全部的台灣的選手都支持 這樣子 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 這是個人的那個留言意見啦 只是 就是說 我就都支持 我就都支持 好吧 好 馬舅加射箭場 保加利亞打瑪利歐 呃 保加打瑪利 瑪利整體性是比較圓滑一點 蛙金又很淺 白戰呢 這邊應該保加也打不動 恩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打瑪利亞的話就是看看下面的翅膀能不能打兇一點 呃 八強賽我沒有撥 像Vinterest A.C.C.N.N.N.K.O.F.好像還有Larry還是誰 我忘記了 噢 他們是在八強賽輸了 噢 我這個比賽呢 是從四強才開始播的 噢 畢竟他是一個阿根林主播的邀請賽 不過還是有獎金的噢 維婷 你是不是沒有在會員群 Larry最近在英國玩卡丁車 你不知道 噢 你沒在我們會員群 所以你漏掉很多資訊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建議啊 我們的會員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加會員群 但是呢 會員群肯定會有很多的資訊 是很多你們想要深入了解4E帝國的觀眾朋友們想要知道的 噢 那我也是跟魚兒說不能爆一些假消息 一定是要有準確的 噢 它依照我的規定下 其實都有很準確的給大家一些 世紀帝國的小消息 那有些人呢 也沒有加那個群組啊 原因是因為我們群組太吵了 每天訊息很多 也是有 噢 也是有 所以就是看你怎麼做取捨 如果你是純粹支持的 也沒有想要跟別人聊天的 噢 或是說每天那個訊息跳出來很煩的 那你不要加 會比較建議 好 你加我的就好了 好 你加我的就好了 好 四川甲43 現在上面海戰直接被瑪莉直接吃下來 炸了一波 但是不痛不癢 中間的話是小公帶肉嘛 嗯... Viper在這邊再騎一個碼頭 看樣子... 城堡上來對於前中盤的海域來說 Viper跟剛剛上一盤的策略是很像的 還是要壓制 但是保加利亞這一盤不像是高棉啊 經濟是一定跟得上的 所以... YO這邊的話是被逼到一隻塔 但是他殺了山村 海上的漁船被他燒掉 然後YO下面是有直接大開圍 就是圍的還蠻舒服的 看起來又是打一個防守鐵龜 在這邊先手只有差五秒而已 所以其實差不多 YO這裡的話 陸地有兩個靶藏加一個馬修 海戰雙方已經開始在對燒 這邊有人大戰獅子 這邊等一下 奈村如果是被咬死的話 沒有人修船也是不行的 現在YO這裡的魚... 哇這邊沒有把它修起來 可惜了 Viper這邊還有兩艘魚船是可以去做進攻的 這邊是兩個碼頭打一個碼頭 兩個碼頭打一個碼頭 現在雙方湖泊 我對打一波 ZPEI晚安 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讚已經突破600了 謝謝大家 感謝感謝 再次宣布明天除了晚上8點 這個即時轉播的台灣隊的比賽以外 我們會員聚餐已經正式開始報名了 那剛剛傍晚放出來的消息已經有21位的會員去參加了 報名參加了 那我們人數報名有限 希望在這個短午連假呢 趕快把這個報名截至 我們趕快去定位 不然這個時間有點趕不上喔 那個報名的方法呢 在Youtube的社群文章裡面按照規格去留言就可以了 那如果零食有更動的話也沒有關係 如果行程上零食有更動的話也沒有關係 就提早告訴我們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是3TC 陸地3TC 保加利亞3TC 海上的話 viper吃下來 這邊馬力是駱駝家工兵 但是這個TC會吊幾村呢 稍微抖動一下 馬上要上來 沒有死村嗎 死一村而已 這里TC直接收 也就是說這些工兵全部都會死囉 哇那這樣子viper又賺了一波了 哇viper又賺了一波 而且是一攻二防 一攻二防的騎士 HOLY MOLY 現在這邊,哇鐵龜這裡的房子,哇爆炸 龜殼均裂一波,兩隻騎士二房騎士灌進來,操作很多 哇唷這邊兩隻村民逃不走了逃不掉了 高端一秒股東歡迎你回來,哇這邊逃不掉馬上一個毒奶 哇這一波必須吹YO啊,這個反應是極限啊 哇如果你是蓋一個,哇這個城門真厲害 哇這邊直接插一個銀類,把保加利亞的價值發揮出來 中間空金一波,保加利亞空金一波 海上現在這個湖泊雙方是沒有打出什麼漁船的 現在陸地是3TC,viper海上湖泊是沒有開漁船 是以陸地農田做主力的經濟 上面的策略是用火戰船做一波進攻之後 transition到一個銀類中間空金一波 現在這裡58村打52村,但是擁有駱駝的馬力 對上保加利亞在兵種上還是有一些優勢 謝謝維庭的70塊贊助,我有在群組裡面但是沒有說話 最近要考牙醫國考的比較少玩 哇,又是一個高材生,就是維庭,謝謝你的支持,謝謝你的70塊 祝你國考順利,牙醫... 欸,我們其實也有一個牙醫師,帥哥,帥哥 小鮮肉,小鮮肉,帥的帥的 也是我們桃園人 我剛剛說我4月上一次會員聚餐有來 我說我要去找他看牙醫,到現在還沒去看,很抱歉啦 剛剛他有發訊息來說 這一次沒辦法參加,因為他剛好去...有事情 真的是人才進出啊,真的,感謝大家 謝謝維庭,謝謝PO的670塊贊助 明天有事情先提前支持一波,謝謝PO的670塊贊助 感謝你,明天有事情,如果是出去旅遊的話也祝玩得開心 祝你專武絕快樂 現在保加利亞的話是TC PO最近其實也默默贊助我們很多了喔 PO最近也是默默贊助我們的喔,我都有在關注喔,謝謝你,謝謝你 感謝你的支持,有機會的話再放個大頭罩啦,好不好 紅茶喵喵,晚安,晚安,晚安 好,現在73人打61回到比賽裡面齁 現在上面的湖泊是一個碼頭打一個碼頭,上面有兩個火戰船 呃,viper這邊的話是一樣是一級攻二級防 這邊僧侶被吹走一隻騎士 呃,瑪莉這裡的話是沒有品種,然後是一級防 稍微是有點偷啊,有點偷啊 不過目前有弓兵加路頭這個陣容的話 確實在城堡時代,寶加利亞的配兵上是沒有辦法去做抗衡的 那中間有空住營壘,看看YO等一下怎麼做處理 那邊還有少量的金,還有並且是石頭可以拿去賣 或者是石頭挖起來在這邊蓋一個寶都是可以的 那目前我覺得viper他寶加利亞要贏的話不要打後期 騎士轉騎士加藏兵會更好 或者說騎士硬冠一波,然後配合銀壘推 透過銀壘射箭對駱駝輸出痛的情況下 直接把銀壘插到YO的腹地裡面我覺得是更好的 打後期其實寶加利亞我覺得不推 雖然帳面上看已經控住中央了 不太怕黃金被打掉 現在看一下viper的策略是什麼 那上面的湖泊 因為瑪麗人他的建築木材有減免 整體下來的話去出漁船也是負擔比較小 啊99,呃88打73 OK 現在這裡駱駝7隻加上 我車子出來 viper4TC打2TC 這邊投石車怎麼樣 要哪裡做進攻 viper現在有出寶加利亞流星錘 在這邊錘這個哨戰 那現在石頭其實已經到位了 這邊工兵很多啊 準備要來一個中央爭奪戰了 這邊直接插一個寶 viper現在還在打營運 現在他的這個節奏是稍微 把這個節奏帶晚一點 雙方都想要走帝王了 這邊一個寶 寶加利亞 這邊一個銀壘可能 也不能說沒有用 因為他還是可以扛一下 YO短期還是沒辦法上來挖金 瑪麗人挖金加成 控住他的金當然是很好的 就好像我的手很強 中指無名指很強 但是我被封印住了 有一個OK棒在這邊 這是差不多的樣子 但一旦OK棒只要被我拔掉之後 哇封印解除 這邊瑪麗人也是一樣 這銀壘直接被推掉的話 瑪麗人的加成直接封印解除 那這邊寶加利亞後期就會非常非常難打了 那這邊寶加利亞 Viper這邊也點帝王了 然後是直接有步兵防 寶加利亞的話這邊 民兵系免費升級 然後也有幾兵的加成 幾兵的這個完整的科技線 等一下如果是打雙手加上XX的話 是可以看看的 是可以看看 好看一下囉 瑪麗的話後期沒有三級色 所以他這個等一下也是要轉兵的啦 哇但是這邊駱駝再砍一波 哇靠這裡寶加利亞又被打一波 現在一技是三顆打一顆 中間一個銀壘但是稍微往後拉 好啊 總之無名只可以真的挖挖鼻孔啊 挖挖而死了 來這邊公兵直接進來 好這邊公兵直接進來 點出俗俗俗思想 YO點俗俗思想 是多怕車子拍到他 哇 哇現在這一盤駱駝加工兵大量 投石車命運的一發 躲在銀壘後面 謝謝我們的會員 小翔的一千塊贊助 主播加油 謝謝主播 應該不會砸到吧 謝謝小翔的一千塊贊助 感謝你 好 祝你端午節快樂 我是我們的新的會員 感謝你的支持 不知道您住哪裡 如果台中的會員有機會來的話 這個台中場的會員聚團有機會來的話 也希望啦 希望可以這個進一步的這個 近距離接觸 只是摸到你的手或是毛,不要告我MeToo,就是一個熱情的表現 謝謝Shawn,謝謝Shawn Chan的一千塊贊助,我們封獻時代的會員 順帶一提,昨天我有開iPhone,邊聊邊直播到早上 然後大家就問我說我到底是聊了什麼,為什麼那影片都不公開 好像我聊的都好像不太能公開,那就找機會 可能我講話比較那個啦,怕被人家搞一波 這個是等一下說,因為這一盤現在非常戰況焦灼 雙方6100、6200 111吋打100吋 中間,喔Shawn是台中人是不是 OKOKOK,那看看呢,看看有沒有機會囉 欸?中間巨頭 YO輸嗎? 因為城堡上來的比較晚 啊捏? 這台是VIPER粉多還是YO多? YO多還是VIPER多? 我想是7,3開 VIPER7,YO3,但是實力是55開 但是因為... 因為我們這一台是狂熱的VIPER粉啊 雖然有時候大家都說,主播你會客觀一點啊 雞掰欸 早就已經被罵爆過很多次了,兩年多了 但是... 但是就是這樣子啊 每次都說要珍惜這個...這個十年戰神啊 十年戰神呢,有贏一盤我就開心這樣 喔,不中立是不是? 欸,但是這一盤好像是要3比1了是不是? 有這個機會是不是? 現在中間一個銀磊加一個寶 然後巨頭在這邊3台直接把這個寶直接拆掉 然後銀磊直接推起來了,寶嘉莉雅忌兵直接殺進來 這邊直接點了一個精銳寶嘉莉雅忌兵流星錘登場 感謝Alan的轉播後援會感謝你的支持 記得放一下我們大頭照我們的會員群 在這個Youtube社群裡面文章都有寫 歡迎加入我們的群組跟會員 感謝你的實際上支持 現在寶嘉莉雅下路線陸地直接 開槌一波 這邊腦袋一個一個直接給他槌下來 馬上有寶嘉莉雅忌兵 馬下有寶嘉莉雅步兵 就跟波多也一樣可馬上也可馬下 非常之牛逼 然後這邊123村打98 銀磊加上這個城堡中間挖金挖不到 他的中指跟無名指跟我一樣被封印住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現在這裡村民樹領先的30村 現在3遺跡打一個遺跡 現在這裡 Viper優勢非常的大 現在後期寶嘉莉雅還可以再上這個大衝車 工程器升級有15的減免 現在Youtube是真的很難打的 現在他沒有金馬力的沒有金的話他可以出什麼 他也不是一個強烈的垃圾兵文明 哦 Viper先 主播先不要奶是不是 主播不要奶 好好好我怕我怕 那3比1 3比1 現在YO上面開TC 這裡還有什麼樣的機會可以翻盤呢 現在瑪莉飛到女六手上來的話 後面大量的馬就有點贏罐嗎 Viper有點贏罐嗎 有點贏罐嗎 還沒點贏罐 等一下那個馬凳攻速30% 33%敲起來手起道路 哦把Hera的那個招牌肉馬直接尻起來 但是飛刀女獵手呢很可怕的是 騎士加步兵他都吃 所以飛刀女獵手成型呢其實 YO是有機會的 哇YO這裡 1個虧過 流星錘 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是精銳嗎 沒有沒有精銳 二級攻二級防 哇這邊巨頭直接保住 哇這裡YO好猛 哇這些工兵加上飛刀女獵手好猛 這邊這個寶要掉了 現在雖然精神兵轉起來 但是飛刀女獵手成型的話很可怕哦 保加利亞無解 保加利亞呢這邊的牌呢 處理不掉飛刀女獵手 你步兵加輕騎兵什麼的 飛刀女獵手屌癡 那viper如果還要再把YO去掐死的話 那就是一樣開多線 多線怪物多批打起來 各點開戰多點開花 正面一定贏不了 這個正面呢飛刀女獵手一成型呢 保加利亞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打 除了那個工程器投資車以外 沒有機會沒有機會 而且你投資工程器呢 假設沒有砸到 沒夯到的話 那你可能夯夯夯夯 你會輸 可是這邊中間呢又不能失手 因為有大量防禦 所以這一盤呢其實嚴格說還沒結束 確實是還沒結束 確實是還沒結束 那現在viper進行多點進攻 這邊匈牙利精神兵直接殺下來 開始這裡 哇這邊YO有這個駱駝在做防守 這邊飛刀女獵手跟這個城堡一起走 所以贏了也被推掉了 現在飛刀女獵手怎麼做處理呢 保加利亞這邊viper端出來後面的牌是 撞到長長兵沒有攻城器 因為中間黃金一旦viper失手的話 那也很危險喔 這也很危險喔 現在 喔你說保加利亞轉馬功嗎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 那一個線要點要很久啊 現在這邊直接用馬直接拋上去 這邊直接保加利亞 雞兵加上秀瑪麗輕雞兵直接拋上去 但是這邊YO自己造了一個房子 直接把自己的飛刀女獵手卡在這個樹林裡面 這邊一波野戰 一波飛刀女獵手幾乎是沒有死的 情況下這一波我覺得YO處理的非常的好 但是現在viper正面人海戰術直接淹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石頭被控住了 viper石頭被控住了 他沒有辦法挖石頭 只有山村在挖 所以YO其實他也知道 你現在後期剛剛屌吃我一盤 我後期作為後期選手 我大鐵龜 紅牛杯的旗幟 玄武這顆旗 我也是要讓世人知道我後期是很強的 所以這邊YO他的地圖控制 把這個寶就控制在石頭位置 現在viper是沒有辦法去蓋城堡的 那現在這個長時間拉扯下去的情況下 我認為這盤會翻轉 因為飛刀女獵手在兵種上是有全面的優勢 那現在viper這邊除了挖石頭蓋一個寶 再把這邊稍微壓制住以外呢 現在這裡多線是要真的要打得很兇 打到馬力人飛刀女獵手沒有經濟去做 來看一下這一盤 目前viper是殺了54寸YO 這比是31 還要我今天只有撥一個BO9 以我今天的語速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覺得有BO9 撥完我要休息了 我還缺氧耶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會缺氧耶 斷氣耶 斷氣流斷氣流轉波 現在這邊肉馬怎麼樣 131吋 但是呢 其實YO真的守得不錯耶 YO這盤真的是很強 中頭 等等 如果夯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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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如果啦 如果夯到的話 會不會有魯華精華 哇大量肉馬追著這個上緣牙醫耶 剛好這個馬力人也是個非洲文明是不是 哇剛好這邊那個地形也是非洲地形 誒世紀帝國 100追1 追著打 那現在這裡中頭 誒誒誒誒誒 這是最後一張牌囉 我還要 呃 viper這裡打出最後一張牌了 保加利亞大量工程器 機器 這邊要決意實戰了 大衝車家中頭 直接拼一波 看看有沒有機會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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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空冰好強啊 歪歪 剛好稍微滑了一下 歪歪這邊 褲子差點尿出來 來,哇,空冰雖然被航到一波,但是第二發值躲得非常快 哇,差一點差一點差一點,哇 哇,這邊地圖控制你們看到嗎?YO也很猛啊 其實打到打半天,現在還是二分天下 啊,半天二分天下,天啊,兩個後期怪物,史詩級的,真的是史詩級的 呃,怎麼辦啊,未來上篇就上這幾集就好了啊 重新剪輯,剪字幕啊,這個我們沒看世紀帝國的觀眾朋友們 我也想讓他們知道說,欸,其實我們這邊很high 2023年很high,現在世紀,世紀很high 是不是要做個特輯啊? 哇靠,每天都你們卡著我的門的版面就好啦,但是真的又很精彩啊 現在YO只剩下60村啊,被viper殺了104村 雖然他上面的顧貨金湯的這個城堡是一個一個座,一個一個罩 但是中間的黃金YO沒有 終究他的中職跟無名職還是這樣子被綁在一起,封印沒有辦法解除 天啊 哇,多線怪物,分出勝負 是這樣嗎? 大衝車在比哪裡? 大衝車出動了 大衝車出動 大衝車出動 排毒時間到 排毒時間到 現在viper手套白手套戴上 開始幫你 走天使一波 一座一座直接把你拔起來 哇,那現在這邊 又是跟剛剛這個敗戰品是一樣的畫面 YO這邊後期村民一直掉 又要掉到100村以下的後期 這個多線開起來 沒人打得贏viper嗎? 呃,好噁心啊 看樣子 viper的罩門就是一樣 是那一句話,打他前期啊 打他前期啊 呃,這也是難怪為什麼 Hera打viper都要打一個超級強軍師 因為後期沒人敢跟他打 哇,這邊 連根帶齊 衝車直接頂 哇,這邊辛辛苦苦造的這個城堡陣 石頭 全部都沒有保住了 現在被解除掉 這邊再告一個BK是怎麼樣 現在這141村打49村 哇呦,這邊村民快被掏空了啦 哇,這邊要怎麼復國 這邊要怎麼復國 我不知道 現在那個村民數52村 比軍事還要少 整個國家村民人民 比那個軍隊還要少 後面這個補給是可以的嗎? 這邊落馬 馬不停蹄的 再一波進攻 再一波的進攻 再一波進攻的 說不要了還要一直弄 嗯,說不要 還一直弄 好像會上新聞 哇,這邊清洗兵繼續再殺一波 哇,要自喜了 真的要自喜了 哇,真的好噁心 這邊清洗兵再殺一波 141村打56 130村擊殺數 保加利亞這邊全部科技滿機體 除了這個三級龍以外 現在飛刀女獵手 全世界剩下她 但是等一下中頭直接夯 夯得到嗎? 夯到直接摳GG 潛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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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入位置 潛入位置 投石車 喔,有反應喔 嗯 要開始夯了 要開始夯了 哇,這邊後面,我後面就不看了 有機會嗎? 工程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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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邊有在看耶 這邊肉麻直接洗了 洗到一個200匹打100匹 上面4台大衝車活塞運動 再發動一次進攻 這邊 哇,導播要take也是要很準耶 是不是? 哇,take也是要有技巧的 是不是? 剛好我一個多線操作 導播這個手把這個鏡頭轉到馬力的這邊 飛到我的夜守直接倒地死去 那這邊經過我這個多線 看起來以轉播界的話 多線也是 飛我莫索 這邊青奇兵開一個X陣型 沒有開 直接頂一波 這是地表上最後一坨飛到你夜守的 最後一波收割 現在馬力人還是繼續夾 只剩下88吋 現在這邊132吋打62 地表上剩下這個馬力人 馬力王朝的這個 這個古蹟的人呢 人是沒有了 人是沒有了 只剩下古蹟了 現在上面的大衝車一樣在做進攻 哇,這一場那個多線從來沒有停過 哇,到處開到處開 到底為什麼他可以多線那麼猛啊 到底 沒有在停的呢 跟我嘴巴一樣耶 沒有在停的耶 哇,這個真的是殺爛了 哇,好可怕好可怕 哇,好可怕 寶一座一座被拔了 呃,剩下84吋了 好恐怖喔 現在 YO是一個伐木工都沒了 但是他還能撐到現在好可怕 這是何等意志 何等意志 主播運進一波 How to be happy 感謝你港幣50塊的贊助 How to be happy 呃,也感謝YO 提供這個精彩的畫面跟鏡頭 How to be happy 就是看4D我就happy了 好不好 好,這邊 這個肉馬直接再幹進來 這邊中間還是一樣肉馬 沒有在停的 哇,真的好噁心 GG了 哇靠 這邊殺到一個剩下79批 55吋 3比1 恭喜viper 哇,這一盤 哇,這個經濟量 哇,差的實在是太多了 好噁心 3比